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哎 有塞車 有很久等 上網聽聽myradio節目 這時間就不浪費了 是呀 今個月月費還未交 花多久 現在用電話上網 用PayPal加起來吧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我們要學生主場 有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記得跟大家說 即是一定要先宣佈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學生主場不用收屁啊 怎樣啊 學生主場呢 話說什麼事 很久之前Fantasy和阿隼也在下一個賭注 兩個賭注 第一個賭注呢 就是如果民主黨這次區議會 拿的議席多於上一屆 學生主場收屁 而第二個賭注就是青年新政 拿多一個四席的話 收屁 為什麼你可以代表你做賭注呢 代表你做賭注 我可不可以說張亦不代表我嗎 你可以可以可以 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黨 今屆只拿到43席 賣民主黨只拿到43席 少個上屆是4席 青年新政呢 今屆也有康寶賢 有康醫生 悲劇 保得住學生主場 對於郵主席來說是悲劇 對我們來說 不能保得住的節目 沒有 由主席選到也不能保得住 讀得對 又惠精不可以當選 又惠精應該當選 不過很開心 學生主場可以繼續跟各位觀眾 繼續合作 你守 不認真,不說笑 趁晚,我們角施在分析 議會內和議會外的分工 到底有沒有並存 我覺得分工很重要 他舉個例子就是愛爾蘭的例子 他說愛爾蘭獨立就是透過愛爾蘭共和軍 所謂類恐襲的議會外抗爭 還有愛爾蘭那個叫什麼黨 還有一個政黨 孫雲獨立在議會內兩路並行 其實我現在覺得整個氣氛會變成怎樣 建制裏面都開始分兩條路出來 一邊就完全是保皇或者親中那邊 第二邊也有聲音 例如林作那些 他也說要開始向第三個方向去走 我覺得建制派向這兩個氣候去走 現在不只是我們所謂的泛民 有兩條路就是激進 所謂的勇武和投降派 連建制自己本身都分了兩條路 下年就看到他們建制打建制 政治形勢都很複雜 不過在說認真之前 我們抽下水 林作個低男子 林作個樣子 真是個低男子 他還要受到無線TV的無恥訪問 訪問了他半個小時 他願意搓聲速足半個小時 一路搓聲 我簡直想 其實我不用關電視 我根本沒聽到 但後來聽到就是想讀一下他 真的想讀一下他 那些人很囂張 你知道我們網上的孫文有這麼孫難 得這麼孫難 我又覺得有部分是葡萄的 你說他女朋友選港姐 選冠軍 女男朋友選個區議員都選不到 選書譚香文 最重要是譚香文 區議員都選不到 有陶傑加持 有建制派加持 有美女加持 還有美女加持 她的美女真的不太好 對 她的美女很厲害 你是不是想投共 你有專門過去看過 你是不是想投共幫林作 我在高登討論區看回來 即是說美女助選的背景 很多都是Ibanker 有Oscott Cambridge 那都輸 我黃學禮什麼都沒有 都贏了300分 你又做宣傳機器 中文大學的 你又做宣傳機器 即是代表中文大學 就比Oscott和Cambridge 比Oscott和Cambridge 蘇格拉大被你激死了 比郭佩帆那間 那間 郭佩帆都輸 博士都輸 中文大學就贏了 中文校就贏了 巴勒斯坦 很可憐 說完吹水也就是繼續說 其實今屆的選情都可以給 接下來的立法會 兩年之後的立法會一個參考 一年的 一年之後的立法會一個參考 是啊 我已經想過了slogan給那些三兵了 請說請說 三破兩宰改朝換代 是不是很帥 是不是很帥 啊 啊 這兩條很帥 這兩條很帥 不過他是另大編委會 不要提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不要提 是 是瞧了他 應該瞧不到 直播出了街 立法會一個很好的參考 說實話 老實說 我是完全誤判的 我是需要約我的朋友 一起去行山 我本來是覺得 這次的泛民會輸了一批六 我本來不預計只是民主黨輸 我預計整個泛民都輸了一批六 我也是這樣 但是想不到 嘩阿鵬真的大奇蹟日 其實我最想不到是散兵 對我來說 就是大奇蹟日 其實大家一開始就想到 就是泛民會輸 散兵都會輸 建制會贏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689又說了一句 要票債票償 就是港獨之父 所以他就氣起了些人 真的要票債票償出來 你的投票率都看得到 馬上升了多少 阿鵬你 結果是所有事情都不同 我覺得很奇蹟 帶奇蹟 就是泛民沒有輸 但是他都贏不到 但是散兵贏不到 就是那八個散兵是很奇蹟的 很奇蹟的 我助選那區 上屆的投票率是28% 整天的投票率 接著我們1點呢 收到第一個選舉情報 就是1點就已經有18% 接著彭彭的升 到真正的投票的時候 是44%的投票率 全港忘記是46%還是48% 47% 47% 我剛剛夾著 我多精準 這個是贏了當年 03-71有行之後的投票率 為什麼要提野草 要追擊 說野草 你們 有投票嗎 那些人就說inside joke 你們就說inside的抽水 就不斷追擊我 聽眾聽到不耐煩 我們講背景 就是中大學生會現任幹事會野草 他是支持者 我 他有沒有投票 我有投票的 那我將投票的內容是甜 就不方便說 不說啦 不公開 那也不要說我是支持者 我是一個中立客觀 獨立冷靜的分析者 大愛 我想一集說他是愛草之人 我是中立的評價 不要繼續抽水 我不想走多次山 我們先說回立法會選舉 好 就是47%的投票率 真的很誇張 非常誇張 其實一直有分析 這麼多年來 區議會的分析 或者立法會的分析 就是這樣 傳統看法就是 當你投票率越高 泛民的優勢就越大 這個推測背後的Hidden assumption 就是說 香港所謂沉默的多數 都是支持這個泛民的 其實主要就是 覺得建制派的票是鐵票來的 你多少人投票都好 他這麼多票就這麼多票 只要你越來越多票 那投票越來越高 其實那些票都是你的 那些貼票就是蔣心雷 蔣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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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海鮮旅行團 那些就是貼票 其實我們那個區 鄧永昌是這樣的 我們選之前 在溫力界數 他們有1200左右的貼票 今屆他也是拿1200 但是投票率越來越高 對於其他候選人 就有利了 但其實說起有一點 我真的很討厭 我覺得很討厭 你很討厭 你很討厭 我很討厭 我和你不是去助選嗎 是是是 你選了一半就去混淚BBQ 那時候鄧永昌又有一堆助選團 整堆助選團 完全不是有心表支持 他們做什麼呢 站在旁邊聊天 坐下 還要說一些廣東話 是說不正的 說不正 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情之此 三鷗 三鷗 鄧永昌 說起做助選團 我和你做義務 HK 聽說你有幫過某個議員 這些可以說的嗎 某個議員 我怕被人告 上屆的 是一年的 不要說名 什麼都不說 那我給某個打敗林作的議員 我怕你不要說你自己說 打敗林作 我沒有說是區議會打敗林作 我沒有說什麼打敗林作 我只是打敗林作 不是區議會 繼續說 那時候我有一個親戚 在那個打敗林作 今年打敗林作的議員辦事處做事 在上一屆 然後就邀請我過去助選 兩點到六點去派傳單 是給我七百元 就是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即是四個宗宗是七百元 對 神經病 這個價錢很好賺 這個價錢很吸引 真是轉行 如果下年立法會 有人想高薪找助選 才可以考慮一下我 高薪找助選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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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廣東話 這個重點 林作 林作 總文大學 找我 記住叫你的短裙妹妹來 真心的 真心的 我聽到你這樣說 都很吃驚 四個小時七百元 因為我收到的消息 是 不說哪個議員 即是我們 剛才很吃的那些 不是 我們其中一個對手 對手 聽說他的義工是六十五元一個小時 我聽到這個價錢 我覺得不屑一顧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好像 阿諾這些高質的 當然要高薪 低薪就低薪 低薪少少 老實 我看到他們 我都後悔自己 為何這麼勤力 都是這個錢 為何這麼勤力 我見到 有三個衣衣 串銷三衣衣 一起坐在公園 請支持三號 沒有說話 是對著旗 請支持三號 嘟嘟嘟 請支持三號 嘟嘟嘟 我們說 樂趣選區 我昨天又去助選 二號遠慧中的助選團 有三個妹妹仔 三個應該高中的學生 他們都是 高執嗎 高執嗎 法官大人高執 高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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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三個 躲在宜面聊天 然後他還要 在教主過來 發言之後 他們是拿著鄭松泰之旗 我們有個 換變 我們有個 裝飾品 蘇粉 就是他們的海報 然後A4印了 然後有一支棍 捉著它 好像那些旗 然後他們三個都拿著 之旗 然後繼續在那裡聊天 智能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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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熱狗 心是熱狗 熱狗感化完心 大平今次要恥福 愛與熱狗感化 村頭坦克 對 對 其實說 現在都選完區議會 其實下去就是這個超級區議會 立法會 超級區議會 立法會 超級區議會 我們下去說立法會 以及超級區議會 我想再說一陣助理 不是就是作選 作選 很多妹妹仔 你為何要說這些呢 救命 很多妹妹仔 我 不是就是選得贏不贏 中大學生部好像有封月版 我覺得適合你 學生部好像接了很久了 我覺得已經和你兩個人完全溝通不了 不是 其實我是他居間和他溝通 不是 真心 不是真心的 助選團的那個年齡分佈 或者這個印象 對於你那個候選人的印象 其實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譬如我們同區某一個建制尋求連任的對手 他就找一些老爺爺的爺爺的爺爺來助選 我們同區的另一個報稱是老師的對手 中學教師 就找了一些 嘩正的 中學妹妹青春無敵 來助選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其實是那種 總之我都幫王學禮助選 助選團的那個形象是真的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如果你請何君來 何君來幫王學禮助選 大家都會覺得 王學禮是一個經常遲到的人 這樣就不是好 又提何君遲到 我們不講不講助選 即是說回立法會 好 正經 你鋪這樣下去就是想抽水 下鋪這樣下去就是想抽水 立法會 其實超級區議會也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泛民只有43席 那他們15個提名一個 那他們只能提名兩個 而去界泛民和建制正常的人 提名是有三個泛民三個建制 就差五個二席 不要計八穩琴 不計八穩琴 八穩琴這些是智障的 那Anyway 你想一波打你 沒有 我不喜歡白偉俊的 我不會見白偉俊的 然後呢 白偉俊 你看到民主當然現在控制到的只有兩席 而第三席哪一個可以控制到呢 其實新民主同盟是OK的 所以其實是很標誌性 為什麼他拿到15席這件事是特別的呢 因為15席剛剛可以拼命一個 超級區議會的 所以你覺得是不是都是咖哩飯 我覺得咖哩飯有機的 你覺得咖哩飯有機的 是啊 如果邱文俊不退黨的話 是不是邱文俊 邱文俊就沒有機 應該邱文俊立法會 邱文俊他呢 他廣東話都不是很講得正 沒問題的 他在立法會就叫些人去月明 不過有個風險 但是新民主同盟有個風險就是 他們是不是真的衝得出新界東呢 這樣說 其實邱文俊、范國威等等 整個新民主同盟 他們由創黨以至參區區選 整個路線是很清晰的 他的思維都很清晰 就是在扎根地區做工作 他們做地區工作很厲害 尤其是在地區的時候 很少真的說他們的大義 說什麼民主理上 基本上他們是參選之後 他們真的不問其他東西 真的直接做區議 是是是 那麽變了說 你這個地區先 政治擺後的做法 究竟會不會到你選超區 選立法會的時候 可以是 即是所謂叫做 感召到其他人都投票給你呢 我覺得是有疑問的 不過如果你說咖哩飯出來 好老實 我自己覺得咖哩飯 他的立場是本土的 雖然他依然是傾左膠的手法 所以說到時 即是現在所說的本土 能否投票給他呢 是一個未知之數 但很明顯他是可以吸收到一大批 不滿泛民積藥 或者不滿泛民賣港的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的票 那泛民的 即是已經支持泛民的人 也可能轉頭去 轉頭范國威 所以變成我覺得范國威 如果真的出來選 成數很大 但他的路線都很清晰 你見到 他根本其實也不需要你所謂的激進本土派 其實他激進本土派的票 真的不行 他說自己是溫和本土 他也是這樣說自己的 所以其實 其實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是有很多巴黎小 其實我覺得是新民主同盟一定要想的 就是你當初為何會出走 離開民主黨 就是因為 2010年的超錯政改方案 你今時今日就去參加超級追議會 如果真的 你們去參加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是要新民主同盟要想的 即是政治理念上投得你的都是 拜你那時候出走的 但你現在又翻兜 沒有辦法的 那跟民主黨有什麼不同的 你弄了一個制度出來 那 那就玩了 那熱狗都選什麼 熱狗都選區議會 怎樣跟區議會 真是民選的 超級區議會的問題是提名權和民選 何俊仁、馮檢基 抵他死 那犯人派到誰呢 那奮檢基我不評論 何俊仁就是抵他死 抵他死 抵他死 我跟你這樣說 是鄭松泰的功勞 鄭松泰在踢走你 雖然說何君耀當選我也不開心 但何俊仁當選我也很開心 我真的經常覺得你好像在拿著我 何君 何君 何君就不要那麼 要好 何君耀 你真是真獻子 那就叫你HK 你HK 你又響人爭奪 何君 不要 不是 你真心 有人這樣問 講說我自己的朋友也好 都問 他這個說 區議會很簡單 建制對泛民就是這麼簡單 議員對分有什麼這麼複雜呢 你下去就是戒泛民票 你應該集中票員 一起踢走建制派 那我立刻的反應就是 哪裏有這麼簡單呢 是不是 投票一定投回你可責任 好像我剛剛跟你說 其實都已經 你都不是真的 議員對立了 都已經開始轉變到四派 其實你真的很多 我覺得所有 我真的認真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 說區議會選舉 就是泛民 VS這個建制派 應該集中票員 踢走建制那些 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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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可能還可以這麼說 我 我不反對你說 要集中票員 踢走建制 但你老母的一定是泛民來的嗎 是啊 為什麼不可以 你何俊仁推選 給我們就從大上來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是你何俊仁推選 要是我們就從大上來 為什麼這樣 老實說 老實說 如果是 我不知道你泛民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大學 中文大學 有個教授 我的課程教授 姚重嚴 來算 如果他跟一個泛民 你跟何俊仁撞區 即是 我一定投姚重嚴 我一定不會投你民主黨 為什麼 你整套思維背後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是 我們讓給你選 民主霸權 你老母 這麼多區 反正你也是空降的 你民主黨包括也空降的 你空降過 隔離人家自動當選舉區不好 為什麼是我們 為什麼要我們讓你 他們一直的理念 覺得 大家都是想踢走建制 所以他們就是想你空降到隔離區 為什麼會是資源市場 其實這件事是錯的 阿君爺 我跟你一起追女兒 我們都是想她的女兒幸福 為什麼你不退讓我 要了一條女兒去呢 因為我 你退讓可能還要後方 就是啊 就是啊 為什麼我一定要讓給你民主黨 亂不合理 就是弱智 這件事 怎麼會是二元對分這麼簡單呢 不會是這樣 當然 民主黨是這個大佬 是這個泛民大佬 一定是有人支持他的 對 他一定是大賽的 他一定贏的 他就叫那些人走 你不就看很多只是議員對立的 泛民對建制 你不就看泛民輸多少 很多區都是這樣 所以就是建制作主 很多區都是這樣 然後建制又說 泛民不是啊 你都輸硬的 你走吧 老老徐徐 踢走何俊仁 我異常地開心 開心的 踢走王浩銘 我開心就撲街 是啊 王浩銘最開心啊 我都不怕我 真心啊 這集我真是毀了一塊臉 我都不想大愛 我真的不怕我大學的朋友 同學說我是賣港 也不介意他們 為了說我是私怨 出賣香港 擔破泛民 老實說 這些人 民主黨 王浩銘 你出賣香港人 你都可以繼續留在區議會那裡 喂 你怎麼香港還有公義呢 他一直走來始終不行 一直都進不到 可以進到區議會 那上屆何俊仁可以 一直走來始終仆街 是不是 如果這些人都進到了區議會的時候 香港還有公義的 那不用 喂 難聽些說一句 這個就是計劃經濟的失敗之處 你做有36 不做有36 你出賣香港人有當選 你不出賣香港人有當選 那為什麼民主黨要改革呢 是不是這樣說啊 我都不反對 有些人是覺得說 泛民贏了 至少那筆錢都是服務回香港人 就算你有些立場 你不同意他們都好 那始終都不是養建制游泳 ok fine 我不覺得 建制當不當選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 整個民主黨的問題 ok fine 但是那些真的做得太差 你不落選 我覺得真是對不起天地良心 何俊仁你可以繼續當選 啊 王浩銘你可以選到 天地人心還有公義可言 是不是 還有我覺得 就算建制派當選 其實對他們來說 這些資源都是濕濕碎 他用的資源 不是區議會幾皮的資助 他用的是背後中共這個大體系 他背後的資助 他不會因為落選所有區議員 而沒有錢 怎麼這樣說呢 其實區議會 建制來說 我覺得是小事 小事 你看到其實建制派 派人去選 譬如中樹那些 雖然輸了 但其實他們真的純粹吃老闆 也不用出來說 又要插旗 或是怎樣 他都是臨選之前那一天 才說大家來助選 做個show 其實他真的純粹是一個練兵場 我會覺得 是建制派的 這個 有些生血入來 兩位這樣看法我保留 始終區議會那筆數 我覺得是不少的 當然比起維吻費 比起維吻費就很少了 但區議會 第一來區議員是有些特權的 譬如既游證通銜等等 很有用的 也不需要 不是兩位說到那麼細矮的 我覺得 再說回 繼續私軟宣洩一下 再說回另一個很荒謬的觀點 就是所謂戒票的觀點 你怎樣看得下 為什麼是我戒你的票 不是你戒我的票 我覺得是何俊仁戒 比我們千九幾票 是啊 擺明就是何俊仁戒 戒糕 如果何俊仁不選 我們多千九幾票 我們就贏了何君耀 對 鄭松泰贏了 是啊 我覺得不可以有戒票的概念 這個就是 他覺得鄭松泰更加代表他的時候 他不是戒票 喂 我不選那些票一定會入你的袋 是啊 我不投鄭松泰一定會入你的袋 我一定不會投你何俊仁 戒票痴錢 然後我跟 繼續這個例子 我跟HA你追同一條女 我戒你愛 這樣 是不是 不追得的 不行 不可以這樣做例子 因為女兒就只有一個 是吧 可以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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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 那些女兒 不是 就是港者這樣 那些人跟物名師一起選 又是戒物名師 對 不是 戒第二名那個票 我和你一起讀同一個 course 我就戒你grade 那這個世界不需要競爭 任何東西都不需要競爭 覺得誰自己耐心 覺得最好的那個去做就行了 不用競爭 對 一競爭就是戒 戒女戒grade 戒香港小姐 什麼都戒 啊 低良的 其實我覺得戒票這件事 就是 他們的立場 因為始終大家的想法不同 他們會覺得大家都是泛民 但我們的想法就是 其實我們不想是泛民 這個其實就是最大的分別 何俊仁你走開吧 鬼跟你同路人嗎 對 和何俊仁同路人 你腳矮比我的 跟你同路 高過我才說 我跟你說話 我是矮仔來的 出名 但我也要跟你說話 何俊仁跟我同路 爭高先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媒體 就是你想想 為什麼何俊仁輸了 人們會爭相訪問 這個何俊仁而不是爭相訪問 這個鄭松泰 鄭松泰 因為始終鄭松泰 真的難聽說一句 在社運圈以外的知名度 真的比較低 就是很低 就是師奶不會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我覺得那個分別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 可能買何俊仁說的 戒票或一套 而不是我們 可能本國派這邊的那一套 是是是 其實這裡是有些關係的 就是媒體上 怎樣可以再做這些 怎樣才可以做公平呢 所以熱血時報要威力大 大家like熱血時報 對 你在賣Radio 賣熱血時報的廣告 我們早上有這個 賣Radio和熱血時報 聯播的節目 大香港早上 也是反共 雖然我都不斷幫王學禮賣廣告 對 到我了 到你買廣告 好笑 昨天一直以來 王學禮在大家面前出現的情況 亦都跟散兵一樣 冒實 年輕民主 用一個散兵 或者一個叫做進步民主派的形象出現 亦都是實幹為民 對於街坊來說 一直有很多人覺得他是泛民 或者是服務地區等等 但是下午 忘記了 昨天下午4點多 或者5點 驚天地一鬼神 陳雲 陳雲在 加持 Facebook出post 國師在Facebook出post 請支持王學禮 這個人是真正的本土 嘩 驚天地一鬼神 全個中大 震驚 震驚16000名中大人 即是國師一出手就是風雨欲來 玻璃心碎了 玻璃心碎了 玻璃心碎滿一地 即是大家立即 因為學禮他就是正正是 其實我覺得那些人 有時候是表面了 即是他們沒有懷疑這個 黃學禮以前很中大 搞退聯 搞本土學社 搞本土學社 即是很有趣 然後就 這些是正職 然後整個中大的人 就不斷打電話 WhatsApp Facebook Manager Messenger 問我們這些雙屬的助宣團 為什麼陳雲會支持黃學禮 是陳雲未食藥 還是阿禮突然變節 我都不懂得回答你 角師一向與我們同在 大盆今次都與我們同在 但最棒的是什麼呢 角師在四點幾五點加持 完結 然後十一點點票 點幾點就出了結果 阿禮當選 之後怎樣呢 著名所謂左膠 對不起教授 我不敢認為你是左膠 我認為你是好人 著名所謂左膠 周寶松 哇 繼續 致電祝賀王學禮當選 知道為什麼 又會左膠有本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周寶松 unfriend了陳雲 不是 blog了 不止unfriend 所以就不記得 可能我們現在再上網看 周寶松de your phone edit 上當年我入政政 周寶松interview的時候 他言語之間 還是對長文很不滿 你現在陳雲和周寶松 支持同一個議員 真是畏畏奇怪 整件事很花心 真是整個 全香港的奇蹟 記左膠有本土 他是泛民的第三條路 蜜養培支持他 公民黨支持他 陳雲支持他 周寶松也支持他 由保守民主派 到政府民主派 到本土派 到著名左膠 全部都支持他 現在 李施燕 李施燕又說自己是第三條路 現在是欠葉劉 還沒支持他 我好像要打到建制那邊 黃學禮 黃學禮就是香港的白主 比這個 現在欠建制 不要再幫黃學禮賣港 大家可能覺得10年20年 就是黃特首 到時 學禮你不要忘記提攜兄弟 不要緊 立法會議員再來 你鬼會學禮嗎 你不要壞 我是BANG打BANG 你不要說 今天都說到差不多了 都談了很多區議會發生 有沒有最後一兩句想補充 希望青年新政下年立法會當選 由主席麻煩選立法會 我覺得青年新政有機會 我覺得一樣重要 由主席什麼時候上流 我們的節目 由主席其實 我好像9月 我9月的時候已經邀請過你上來我們的節目 你一直都沒有答應我們 你現在應該都可以休息一籃 之後再出發 你真的串由主席選不到 我沒有串 你這樣不行 不串由主席 不要緊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說到現在 賭注我們賭贏了 不用收皮 我們在下一節 張逸不代表我 對不起 他想收皮 他想收皮 那接下來這一集 即是以後我們的播影時間 將會調到星期二的晚上 好 我們再見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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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